八九不离十全周偏范 要常吃面要常见 接下来跟着小编来看看这期的美 十亿安海土损动安海土损动的精髓之处 在于熬制过程 海星虫放入清水中熬煮时 既要熬出胶质又不能过于软烂 待冷却后便成形为水晶式的胶洞 鲜而不腥 清凉润滑 又具滋补美颜 清凉降火功效 老少皆宜 蘸上酱油 芥末等调料 更加回味无穷 二牛肉羹 一股法熬制而出的正宗牛肉羹 牛肉的醇厚鲜美融进了汤里 牛肉筋道爽口 汤汁浓稠鲜香 再撒上细细的姜丝盐碎 口感倍佳 能让人真正品尝到羹之美味 是冬日的补义佳品 吃上一碗 暖一请客间在胃中卖升 三醋肉敏南人家的厨房里 时时飘散着诱人的醋肉香味 在醋肉的做法上 每家各有其道 简言之 是以新鲜猪肉为主料 加入蒜 盐 味精 糖 老抽 料酒 醋等酱料 腌制后裹上地瓜粉 油炸至外表金黄 外酥里嫩 带着淡淡的醋香 可当零嘴 啄酒 下面煮汤 吃法多样 四面线壶全周人 常常用一碗面线壶 来唤醒今日 烹制面线壶 汤是最为关键之处 在猪骨汤和海鲜汤汁熬成的汤头里 放入精致面线 徐徐勾入淀粉 搅打至面线浮起 汤汁成壶状 细腻不粘稠 时刻在一喜好 加上素肉 虾 小肠 海利 卤蛋等的配菜 撒上胡椒粉 当归酒提味 人味冻 舌尖已翻山越理 五蒜蓉汁全周人的午后 常在一口茶一口蒜蓉汁的悠闲里度过 蒜蓉汁金黄醒目 形似麻花 但区别之处在于 蒜蓉汁出锅前会裹上一层糖 合着蒜蓉的糖霜 一入嘴 嘎嘣酥脆 蒜蓉混合着油炸的面粉香 口感清新 食多也不油腻 是仿金会有的送礼佳品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啦 下一期想看哪里的地方美食呢 欢迎来私信小编 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